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玉岳节快乐 在这个玉岳节里面 我们知道说 我们就是在纪念 以色列先祖他们 如何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 所以玉岳节就是纪念神大能的拯救 不然他们以色列人 是没有可能他们能够出来的 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挑战 是非常非常大的 玉岳节就是神救赎的展开 他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不再是奴隶 是他的选民 是要被呼召出来来敬拜他的 从玉岳节里面 就带出这个的意义 这个意义是什么 有三个意义 就是他们重新的 他们重新的来讲述一次 他们的先祖如何 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他们再一次的讲述 然后告诉世世代代的孩子 他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是被上帝所救赎出来的 是被上帝所救拔出来的一个子民 然后他们也会 这个上帝他们在玉岳节的时候 他们也洁进他们的家 让他们的家就是没有这些发酵 没有这些的会发酵的东西 因为在酵就是在上帝的眼中 就是不洁的 OK 玉岳节有八样食物预备 那第一就是烤羊肉 薯泥 生菜 芹菜 苦瓜 那我们还有加 哇沙比 鸡蛋 盐水 红酒 还有胡椒饼 月节晚餐有四个程序 第一就是开始时间 第二就是礼仪时间 第三就是晚餐时间 第四就是晚节的时间 月节里面有四杯 四杯里面我们知道说 第一杯就是成圣之杯 审判之杯 救赎之杯 赞美之杯 然后呢 我们此刻我们来进入第一杯 成圣之杯 那成圣之杯之后呢 我们喝了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 这个的月节的 这些的菜肴里面的预表 我们看到这个的 有烤羊 烤羊肉 也就是预表着这个耶稣基督 他这个预表着耶稣基督 这个羔羊 他所献上的 然后呢 这个的薯泥呢 也就是预表着 先祖他们呢 那时候他们用砖 用瓦 然后所建造的 然后呢 还有这些生菜 还有生菜 还有这些的芹菜 代表着春天的来到 还有这个芹菜呢 也就是这个是 他们会沾这个盐水来吃 预表着他们那时候 活在这个的苦 新埃及里面是非常的辛苦 这个芹菜预表着 这只牛西草 他们那时候呢 他们要用这个的牛西草 来涂在羔羊的血 然后呢 然后沾了羔羊的血之后呢 他们要涂在门楣 门框上 然后呢 还有苦菜加这个的芥末 也就是他们先祖 他们在埃及里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辛苦的 盐水也代表着他们的流泪 他们流汗 然后呢 还有鸡蛋 鸡蛋就是说 他们要离开埃及 他们要盼望到 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呢 也就是越主越坚硬的 他们的生命里面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的无教饼 这无教饼的时候呢 我们会放进这个的 Aphikomo的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也叫做合一的袋子 它有分成三层 一层 两层 三层 这三层里面呢 他们会放三个的无教饼在里面 这以色列人他们到今天 他们还不知道 为什么要拿中间的一片 但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知道 为什么要拿中间一片 而这一片也叫说 也看着预表着 是耶稣基督的影儿 我们就拿了中间一片之后呢 他就会做父亲的 就会把这个中间一片 我们看到这个五教饼也预表着 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被扎伤 有这个洞 然后还有这些伤痕 然后呢 他会用这个的白色的细麻布 来包了之后 他们会把它缠起来 长起来呢 他们是希望孩子们等一下呢 他们也参与在其中 他们也期待 等一下找到这个的时候呢 是有礼物拿的 第二杯就是审判之杯 那这个审判之杯呢 他们喝了之后呢 他们就会把这个宣告说 伊尔华救我脱离为奴的身份 脱离为奴的身份 所以上帝他为了这个的 以色列人要离开时候呢 要给他们新的一个身份时候呢 上帝要去把这个的 去要去审判埃及法老王 所以他们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上帝就约了这个的实灾 来审判埃及 接下来呢 父亲就会带领孩子们去提问问题 因为 以色列人他们民族里面 他们是非常喜欢提问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的月节里面呢 孩子们他们也去会有一些的提问问题 所以孩子就会问父母亲们 今天晚上为什么会用这个芹菜来沾这个盐水喝 是为什么呢 或者是今天晚上有什么 为什么要喝这个的红酒呢 而今天晚上为什么会有这个的烤羊肉吃呢 接续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享用晚餐的时间 那晚餐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的 第三杯 这个第三杯就是救赎之杯 就是耶和华用大能来拯救他们先祖们出来 耶和华用大能来拯救先祖们出来 那救赎之杯好的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完节的时间 最后一杯就是赞美之杯 赞美之杯也就是耶和华要以色列百姓们做他的子民 耶和华要以色列百姓做他们的子民 耶和华最重要的属灵意义 我们就看到 其实都在影射出耶稣基督 他就是这位被杀的羔羊 所以耶稣的宝血能够涂抹 能够让我们跨越 能够让我们胜过一切 而且我们在这时刻呢 我们真的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体制里面 在等着我们 所以整个的这个预约节里面 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被杀的羔羊 他是救赎我们脱离旧的生命 脱离埃及以至进入到新的一个生命里面 所以他要给我们这个的纯性的身份 然后祝福大家在这个预约节里面 你深深的体会到 你许多的东西你要被预约 祝福大家